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什么样的症状才需要做手术呢 一般情况症状要分四度 一度两度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需要 这个保守治疗的 保守治疗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呢到三度四度 有一部分病人如果说 出血时间比较长 出血量比较大 或者是合并有脱出 或者是合并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止漏裂呀 裂呀脱呀都有这个情况 这就需要做手术干预了 所以说一般情况 三度到四度的症状 有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病人 需要外科的手术干预 但是呢 谈到什么季节的问题 现在的条件非常好 基本上每个季节都可以 都可以进行症状手术 但是症状手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 很多很多的适应者 也有很多的一些禁忌的问题 比方说全身的一些疾病呀 或者是领血功能的一些问题呀 或者是说 有一些血液方面的问题呀 这将这种情况可能 或者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呀 它有可能有静悸症 但是如果没有静悸症的情况下 基本上 每一个季节都可以进行手术干预 我们叫手术干预 而不叫手术治疗 是这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